今天是鐵道模型造證計劃第七集啦 在這個LUCKY SEVEN呢 真的是蠻LUCKY的喔 各位知道吧 我有一輛車 瑞鋒 我那時候在開瑞鋒的時候呢 我就跟你們透露說 這輛九州之星 我也很想要 殊不知呢 就有廠商想要來贊助一下 所以我就馬上首刀去Amazon訂購了一輛九州之星 哇 不得了了喔 燒噹噹噹啊 這輛呢 我是在Amazon看到的 然後透過BYE這個代購平台 去把它代購回來 那目前呢 我是看到台灣的價格普遍偏高了一點 有點在被炒作的感覺 像這種單價比較高的 或是說你量大的話 這倒是一個好選擇 所以你們就自己考量一下 好不好 哇喔 你看到 包裝得非常好 好的 各位觀眾 讓我為你們隆重介紹 這就是卡頭出的 101519 九州之星 星之九州 一樣是兩側 Made in Japan 八歲加 你看他們日本之前使用年齡對象 八歲以上 但是英文這邊呢 變成十四歲以上 喔 這個就有點稀巧了喔 一樣是 兩本 先來看屍體 這也太美了吧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低調奢華感 首先呢 可以看到這次的 九州之星呢 是八亮的編製喔 金光閃閃的 第二本 那為什麼我想要買這一台 九州之星呢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主因就是說 欸 我們的城鎮的規劃 能跑的鐵道 就這麼大 之前瑞峰呢 是十亮編製的嘛 十亮真的太長了一些 其實很多觀眾都誤會啦 我這一整個城鎮 是有分區塊的 其實是有一座山 然後有山洞 進出城市跟鄉鎮之間 但是十亮編製的話呢 就會拖得很長啦 整個畫面有點太擠了 所以當時呢 我就想說 想買一亮編製比較少一點的喔 所以呢 最後我就看上了這台 九州之星了 因為這個圖鑑呢 全日文啦 所以我就只能 跟我懂日文的朋友呢 稍微來理解一下 OK 新上軌道 好了 現在我們就讓九州之星 命在馬 好 首先一開始我們看到的就是 輕影機喔 DF-200 7000 然後接下來是一號車 77系的7001番 這台車的名字呢 叫做藍月 早上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風景 但是主要是看你的車頭 是掛哪一邊啊 如果你車頭是掛7號車的話 那1號車這邊呢 就是觀景窗 這邊是可以吃東西啊 下午茶 晚上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酒吧 接下來是2號車 77系的7002 它的名字呢 是木星 我跟懂日文的夥伴 是這樣猜測喔 它的木星啊 主要是給人家一種溫暖感 暖色調為主喔 那這間車廂呢 是吃飯用的 接下來3號車 7003 這一間呢 是客房 然後裡面特別的一點 是有一個無障礙設施的客房 在最後一間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4號車 7004 這間比較特別的呢 是有一間是有雙人床的 其他間呢 都是套房喔 套房的話 其實就是兩張沙巴椅 晚上的時候呢 會變成床嘛 那這間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一個雙人床 接下來是5號車 7005 這個就很簡單喔 3間雙人房 6號車也是3間雙人房 接下來是7號車 這一間又更特別了 它總共有2間雙人房 最後一間呢 是可以獨享 整個觀景窗喔 像我剛才前面有提到嘛 假設它車頭 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是掛在7號車的話 那1號車用餐的空間呢 大家就可以共享那一個觀景窗 反之如果車頭 掛回去1號箱 那這個7號車的乘客呢 就可以獨享 這一整面的觀景窗喔 那除了前兩節車廂 已經有內置燈飾之外呢 其他的車廂 是可以再另外加裝LED燈的喔 燈泡色的 那非常感謝安舅提供 車室內的影片喔 不得不說 這車頭的典牙感真的是 哇 我們可以從車廂的大觀景窗呢 來窺視一下裡面的擺設 好 停回車庫 好 停回車庫 現在是一個臨時小插曲喔 我們今天 現在幾點了 2點了吧 今天呢 我已經開完我的車喔 接下來隔天是要做我們的山 那目前來講啦 我們山呢 主要是有三個洞 兩個火車經過的 一個是汽車經過的 好 我來把你的手做的 人高線拿出來 喔 這真的很厲害 我們山大上的底就是像這樣子 這是我們假想的啦 前面的就用明隧道 然後後面的是那個汽車走的嘛 所以他會這樣傾斜一個人 後面高架的也是像這樣子 好 各位 今天的目標很簡單 我們要來造山嘛對不對 所以首要的階段呢 就是要去切保麗龍 對 這麼少的保麗龍他真的給我們切喔 可以啦 我看他們都很忙 很大很大一大 對 我們想兩個進去說 欸 我們要切 切幾十塊的保麗龍 好啦 我們現在要進去囉 等一下如果出來沒拿東西就是 就不給切喔 好啦 各位買完啦 其實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這樣小量他們就是 通常就是次之以鼻 你知道嗎 要切不切的 沒關係啦 我們就買大塊的自己回去搞了啦 好啦 我們就運送回家了 你們會怕保麗龍的聲音嗎 不知道欸 從頭起歪到尾 上右轉 等一下一陣強風過來就把他吹斷了 哈哈哈哈 好 現在就再來切割我們的保麗龍 首先 保麗龍刀 是我以前每公克的時候在用的 好不好 我那時候覺得是非常的難用 哈哈哈哈 希望可以讓我改觀一下 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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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就這樣子 嗯 我這裡再量一個衣板好了 他這裡沒有那麼長 我等一下到中間的時候 啊 尷尬了 哈哈哈哈 中間化身一點 然後 砰 他其實可以斷掉了 對 差不多可以了啦 來 一鼓波器 偷了 哇 空中式都是保麗龍了 哇 好平喔 這拍一段啦 這大人 旁邊那個就可以用上面的小人 喔 好 所以我就大概抓著你 然後你那個洩過去 那你就不用護理我了 很好 我就直接洩到你 好 各位 現在就是麻煩的工期了喔 保麗龍已經是切成適當大小嘛 啊 碗菜切等高線嘛 等高線切完之後呢 貼到這個保麗龍上 就像這樣 所以我現在沿著邊邊 去把這一塊 切下來 以此類可以慢慢的 叨叨叨叨叨 可以切起來 第一塊大概就這樣子吧 有 差强人意啦 哈哈 這個東西真的是 怎麼大家喝勻捏 大概是這樣的速度 我現在感覺不好像那個LV的那個 裁切牛小皮的那一位你知道嗎 這個保麗龍就像你的牛小皮嗎 我們就要把部件幫你去評測 那我們的部件呢 都只有定位之後呢 就要把它切下來 所以呢 全部切完全部疊起來 出行就是出行 好啦 目前還剩兩片好不好 中場休息 我剛剛看我的頻道才發現我已經 一天沒發影片就四天沒發影片 雖然是我的惡戰還是有在更新啦 但是真的是趕不出來 這種更新沒辦法一天一隻啦 是豬 來 你是豬 謝謝 好啦 各位 終於全部完成了 OMG 現在要把它黏在一起 啊 終於迎接到最後一塊囉 哇 我們山中要成型了 最後了 哇 我們的山 喔 妖屎也忘了 地獄 登登 哇 帥耶 好像金字塔喔 360度環景 OKOK 好的 各位 那另一方面呢 也有觀眾 寄了他的造型過來喔 這位呢 署名叫做羅德松鼠 他做了一個模型場景 我還滿期待的 看有沒有辦法直接拍上這個場景 哇 欸 厲害耶 這個 這也太猛了吧 原來是這種感覺喔 樹 它是怎麼撞在山上 這也有點難耶 這有點難耶 我們的山有辦法做得這樣嗎 這巡物蛤蟆啦 這也太猛了吧 觀眾這個景真的太厲害了 這邊我們會蓋山嘛 這邊的線路全部都會蓋在山下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這個到時候如果要融入的話呢 它的底可能要切掉一點 之後再來做打算 哇 厲害厲害 你們仔細看的話 哇 最外面這棵樹啊 它還有氣根 到下面來 這對我們招商有很大的幫助喔 你看 山要怎麼樣向山 就是 我也不會講好不好 然後你看喔 比較不重要的樹 就用這樣子 重要的樹就這樣子 放在外面 這是我從他這個模型上學到的事 現在時間 11點54 唉唷有 老同學來了喔 你看 這兩個來 之前沒功課的 開始在指指點點 哈哈哈哈哈哈 來喔 各位我們看一下 阿丸的手藝如何 哇喔 可以喔 來 我們裝上去看看 可以喔 這個高速是可以的 不錯耶 這樣整個 已經是隔起來了 我們用等高線的方式 做的真的是 沒有白費我們的功夫耶 兩邊的景就會分開啦 不會那麼突兀喔 這景是隔開的 我覺得這樣好很多了 真的差很多了 好 上司高 調這個抽度好像差這麼多 比想像中的好很多啊 現在連把那個原本的保利用材質 表面塗滿都很困難 好啦 搞了老半天喔 一公斤只能用 一面不到 那現在也搞了喔 哇 哇 啊 各位早安 來看一下喔 哇 真的是硬邦邦了喔 現在這一組因為一公斤的石膏了喔 已經開始在中了 然後呢 現在又補齊了 三包的那個石膏粉 昨天一公斤啦 喔 真的只停了一點點而已 甚至連我們的粉高線都沒辦法填平 所以這次用補了3公斤 然後上完之後我們會上一層薄白膠 接下來灑我們炒粉 然後非常感謝這位翼龍兄好不好 翼龍兄送來的炒粉 這個步驟是真的好玩的 因為這個水大概是8比3嘛 然後我們用比較割一點 所以這個模型到時候用完之後 至少也有個7公斤左右耶 7、8公斤跑不掉耶 8公斤的水 1公斤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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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斤的水 1公斤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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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完成 不得不說阿丸做的這個山洞是真的帥耶 是不是有種既視感 好像台灣的那種山洞都長這樣子齁 好 目前呢 這一集是沒辦法了好不好 現在要等它乾要整個完全乾的話 7、8個小時跑不掉 我說的是完全喔 就是乾到裡面都乾的那種 整個徹底乾了之後呢 我們才能上底色 上完底色之後呢 才有辦法做後續的事情 只能下一集了好不好各位 然後這一顆阿 這一顆有幾公斤 其實我是蠻好奇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用的很稠喔 那個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有些人會用什麼瓦韌紫板 我們這一顆真材實料耶 我突然發現這一顆超重耶 這一座齁到時候放到我們的場景上齁 哇 來來來我看一下會不會地層下限 指向會不會瞬間這樣扁掉 不過也好啦 才壓得住電線嘛 因為保佑龍那時候放了之後 其實是被電線抬起來的 放下去就很穩了 那目前是希望啦 可以像這個觀眾寄過來的參考一樣 這位觀眾寄來的這個是他比賽的作品喔 所以你們不要想說 啊觀眾做這樣 啊你做這樣 很low這樣 欸人家是去比賽的耶 不要對我們抱太大的期望 OK 我們都是新手 都是第一次做的齁 我們欸 兩天耶 希望大家 鼓勵 多多鼓勵我們好不好 給我們多點信心 精神能量 多給一點 今天這一集 就先到這邊結束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下一集了 我也很期待 到底是會毀掉呢 還是很完美呢 就下一集再揭曉 好 那我們就聊到自己分分站 你們就信一票叫門出 希望明天來的時候他就乾了齁 開窗戶讓他風乾一下